剛才Gloria上了RMK最新的Foundation之後 摸下去就滑了 但看上去還有一點點的瑕疵 可能有一點點的瑕疵 Gloria當得很漂亮 但Janice 可否再指導一下 因為剛才你塗的過程 我都很遙遠地看著你們塗的步驟 其實Gloria有一點問題就是 拿粉量太多 如果拿太多的話 很容易看出來的表面好像一層 或是感覺很厚 出來的厚也很不自然 所以剛才我教油性的代表 拿多些粉再上去 這樣出來是很漂亮的 但Gloria是相反的 是硬的 因為它是中成的 所以拿太多粉量 如果拿太多的話 相對來說出來的感覺是厚了 其實有很多時候 都未必是粉厚不漂亮 可能自己的手勢也會有問題 所以都要注一注 剛才Gloria都說 膚色很嚴重 所以最好之前我們說 先塗了一條膚色的Base 之後就可以上妝了 也是我們用印的方法 其實跟剛才的方法都差很多 但要拿粉量就要控制得好一點 不會拿太多了 對 眼底下也是這樣印的 對眼底下也是這樣印的 其實這支粉底也非常自然 而且有看見 之前上一集也介紹過 它是由兩個粉底合起來做的 如果開閉後 看到有兩種不同的粉底 現在正在用普通的粉底 但上面這格是會有光澤感 我們會用這個掃來上 Jalice會介紹大家 當場面乾淨後 我們要先看眼皮膚 如果眼皮膚很乾 我們就不需要用這個掃 反而我們用這個掃上來 掃上來就會自然一點 但如果眼睛乾得很厲害 我們可以用上面這一格 這一格可以輕輕做到光亮感之餘 因為它有一點反光粒子 看出來那些紋都會沒那麼厲害 其實越乾的皮膚 你越想得厚粉 那些紋就越出現 不要打算遮蓋 其實是越整越厚 很多女生就看到 然後就不斷下了 其實就對了 現在好像夏天 我們都會容易出油 但又想要看重一點 我們就可以掃在這個身上位置 或者下巴位置 加多一點亮的粉底 看出來就會滑一點 其實這個不需要放一個鼻子 如果鼻子的話 如果本身T鬆位很油 千萬不要加 但是真的整個面都很乾 其實都可以全面輕輕加一層 如果不外出 臉就會滑一點 是的 但是如果本身你不需要外出 可能T鬆位不需要出油 千萬不要擦T鬆位就少了 輕輕掃一掃就已經可以了 嗯 非常漂亮 很自然 還有很柔和的感覺 另外你的膚色 所以我們都要注意 用T鬆位鍵的份量 要看自己的瑕疵多與少 以及自己的皮膚質比 才知道拿份量多與少 出來看才漂亮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那個問題 其實自己的手勢問題 都會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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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